最近本港經濟與樓市淡風頻盈。 反映業主持貨信心的,美聯信心指數,最新報32.5%,按週跌3.3%,連跌13週,逐創約三年新低。 樓價方面,美聯樓價指數,最新報157.5%,按週跌近0.27%,連跌17週,創余四年半新低。 年初至今跌約8.22%。樓市價跌量縮,連帶新盤去貨的速度同樣放慢。 根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資料顯示, 9月份累積的貨美量,包括樓花及現樓, 錄得約16,500企單位,較8月近15,500企回升近7%。 短期來說,基於施政報告公布在職, 市場正觀望是否有任何樓市、減辣措施。 買賣雙方在等待市況更加漸趨明朗化,才有進一步行動。 面對轉角市,買家謀定而後動實屬正常不過。 然而,在淡風下,近期以漸見聰明錢,偷步在本港數貨, 值得一些正心大心勢的准買家,作為趁早入市的參考。 遜守黏來近期的一些交投個案,包括九龍灣高銀金融國際中心、 全塘商下的大雕,位於青衣青田街的公下項目。 市場消息只獲得新加坡基金青內。 全塘公下,以近11億元逆手。 此外,有九龍灣公下,全層樓面,二約3.68億元轉手。 市場買家為澳洲基金投資者。 住宅項目,同樣可見海外買家入市首映。 先有市場足目的港島區中半山坡老道超級豪宅項目。 獲新加坡基金二餘二百億元作價接貨,同時, 九龍提山約七千尺巨無霸別墅,日前亦以5.08億元沽出, 創出九龍區洋房新高價。 發展商更出手,趁低吸納,購入屯門大型限赤住宅地皮,出價低於市場估計下限。 但原買地本身已是對香港前景投下信心的一票。 在施政報告公布前,海外聰明錢紛紛以真金白銀偷布入市, 充分反映對樓市後市投以信心一票。 因此現在正是考慮跟隨,聰明錢,及早入市場的好時機。 現時香港正經歷轉各關口,區內的競爭對手都在虎視擔擔, 金融中心的金七招牌。 放寬檢疫,移民及樓市是吸引資金的最直接途徑,實在是刻不容緩。 否則,將錯過復甦的黃金機會。 不者預期,若施政報告有好消息公布, 一手發展商勢趁樓市氣氛改善加快推盤, 二手亦伴隨利好氛圍佔入街景。樓市後市值得期待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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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